万众期待 在中国男篮对意大利的比赛当中 里卡尔终于上演了首秀 而且有着非常出色的一个发挥 数据也不错 我觉得他用三个进球 就已经征服了中国男篮全队 包括很挑剔的中国球迷 这场比赛里面 我们看这三个进球 都跟行云流水一样 跟他所谓的一个慢节奏形成鲜明对比 他的这个慢 其实并不是说 这个处理球是这么多慢 而是表现在处理球非常冷静 非常从容 抓机会跑位 所以这些都非常可见个点 这样咱们一个一个的来详细的解析一遍 就刚才这三个进球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球 里卡尔在外前拿球 作为持球前锋 这个时候他要了大王一个挡拆 实际上这个挡拆 是一个非常精妙的双挡拆 我们看大王拿出之后 里卡尔一开始很慢 突然在双挡拆的时候加速 然后越过了对手所有人的包围权 杀向篮下 形成了一个跑空篮的状态 然后在篮下 从中路突破 轻松的突破上篮得手 我就想问大家 过去你们见过中国团篮 有前锋这么打球的 没有吧 真的是没有过 从来没见过 是这么 用这样方式去打球的一个前锋 这个球我们再重新看一遍 大家仔细看 就等于说 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双挡拆的一个战术 大王跟另外一名队友两个人 在奉献场 在这里 同时的去欺骗对手 给谁呢 给利卡尔制造往篮下跑的空间 我们看一下 两人双挡 很明显在利卡尔走的时候 这里第二名队友也在挡 然后从而造成最终大王 往篮下传球 让利卡尔空间在篮下完成得分的这么一个状况 这个战术设计的真的是非常巧妙 可见的就是乔尔杰威奇专门给利卡尔设定的一个战术保卫 两边则是有两枚后卫 把对手拉到两个底角 把中路完全放开 非常有意思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是第二个球 第二个球的时候是利卡尔在底线的位置 在底角接应 这个时候队友要往中路走 然后但是中间我们看 全都是密集的对手的一个防守 很难形成空档 又是大王 又是中锋的位置持球之后 大家看利卡尔这时候的保卫就非常巧妙了 咱们另外一名队员在这个底角傻站着呢 但利卡尔已经非常轻巧的甩开了防守他的队员 然后杀到篮下又一次形成了空档 你看他不紧不慢 但是他就是这样啊 突然会出现在最恰当的那么一个合适的时机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篮球理念上一个巨大的差距所在 咱们再看这是第三个球啊 因为很多球迷就担心说他到底能不能单打 因为作为中国南篮的队员对吧 他是等现在是咱们最大牌的球员了 NBA都来的球员 但是他在NBA他不是主打这种单打类型的球员 所以很多人就担心这一点 那么我觉得这个球利卡尔做出很好的回应了 从这个侧翼开始往里走 突然一个加速跨步就顶开了一带绿的防守 你不防我 好我立即加速往上来走 这个球老实讲明显的打手了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二加一 利卡尔对此非常不满 跟裁判要犯规裁判没给 我觉得这三个球就已经足以说明 中国南篮收获了一个最需要的一个队员了 就是看为他怎么制造战术了